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大难已过,大数后发片财爆发的四生效 红运当头,财运逆转,乞丐也能变亿万富翁 一起来听,时光如白居过细,转眼间已是大数节气 这标志住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段即将到来 在这样的一个时段之中,每个人都会有新的变化 求职顺利,事业正红,财运当头,也都会让人信心百倍 迎接更理想的好人生 而今天说到的四个生效 他们在今年的大数过后,将迎接更好的状态 而且迎接更好的运气,不管是求职还是做生意 都格外的顺手,能让自己的生活发生重大转变 大数过后财运亨通,运势冲天 重大奖,罚横财,大富特富 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谁 肯定有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在其中 请把福气、财气好运气接走 第一就是生效猪 那我们生效属猪的朋友,不会背后对人搞小动作 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生效属猪的朋友事业心强 工作努力 未来,三,年他们财运最好 比飞黄腾达 大数过后 生效属猪的人运是大洗牌 定能成就不费家业 招财俱财也变得更容易 贵人的出现 为他们指明了道路 有望在工作之余开创副业 在这段时间 不要抱怨工作的压力大 努力地做好工作 后面将会前途一片光明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展 只要保持这样的心态 那么好运气就不会离开 在七月底 生效猪的人 也将迎来财运的爆发期 他们如同家中的小猪 性格温和善良 总是能够给人 带来温暖或舒适的感觉 这种亲和力让他们 在人际交往中备受喜爱 也赢得了众多人的支持和帮助 生效猪的人天生 具有福气和好运 他们总是能够在不经意间 获得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在七月底 他们的财运将会更加旺盛 无论是工作收入还是投资收益 都将会有大幅度的增长 他们的财富 将会如同滚雪球一般 越滚越大 除了财运亨通之外 生效猪的人在家庭生活方面 也将迎来好运 他们注重家庭和睦和亲情融洽 总是能够营造出 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在七月底 他们的家庭将会更加幸福美满 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也将更加亲密无间 生效猪的人 在七月底的运势非常顺利 只要他们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 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就能够享受到 更多的幸福和美好 大数过后 生效属猪的人 感情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生效属猪的人 在感情中 一直处于被动的姿态 总是等待着他人向自己靠近 不知道该如何 去表达内心的声音 那么如今生效属猪的朋友 就可以站在爱情中的主导地位 不断地释放自己的魅力 扩大社交圈 去认识更多优秀的人 不仅桃花纷纷扎堆出现 也有望于命中注定的缘分 一见钟情 收获到心心念念的爱情 第二就是生效羊 生效属羊的人 大数过后好运极心高照 他们有很好的贵人员 做什么事情都特别地顺利 让周围的朋友都羡慕不已 生效属羊的人灵感十足 工作中总是能想到很多的方法 能够在业绩上有很好的表现 另外在工作中还是要小心 容易发生变化的事情 多一分准备 以免发生意外 大数过后 生效属羊的朋友 将过往的不顺一一消除 经商的人裁员滚滚来 遇到的事情 遇到事情的时候 还是要多思考 眼光往长远看 经历不断摸爬滚打 定会让生活和事业 注入新的生机 他们的胆量增强 可以大展拳脚 生活上跃入新的台阶 未来赚到更多的钱 大数过后 生效属羊的人 事业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他们一致认为事业 是必胜地追求目标 他们会竭尽全力地向前冲刺 但是却发现目标总是会遥远 那些如今生效属羊的朋友 能够在职场上平步轻云 不仅工作效率极大的提升 也能够被领导予以重任 实现自己的才能 成为身边人的学习的榜样 也会有升职的机会 推动事业向前迈进 在七月底 养儿们的运势 开始有了显著的提升 评级他们的毅力和努力 事业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财运也随之水涨船高 不仅正财收入稳定 还有机会获得意外的财富 养儿们的性格 使他们善于积累 因此越到越底 财富积累越丰厚 第三就是生肖猴 那生肖属猴的朋友 大数过后财运亨通 运势冲天 重大奖 罚横财 大富特富 在生意上会有贵人鼎力相助 不但能够合伙赚钱 生意上更是蒸蒸日上 轻松就能获得大量的财富 婚姻感情方面也是极为顺利 一姓缘很旺 并且多位助财的贵人 那在大数过后 他们的生活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天财运一定是最旺的一个 他们能评级买彩票 中到大奖 赚到了大笔的财富 在七月底 生肖猴的人 也将迎来财运的巅峰期 他们如同灵巧的老猴 机智过人 反应迅速 总是能够迅速抓住机遇 并做出正确的决策 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让他们在职场上如鱼得水 也赢得了众多人的钦佩和赞赏 生肖猴的人天生 具有理财的天赋和眼光 他们善于发现商机 并抓住投资机会 在七月底 他们将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管道 无论是股票 基金 还是房地产等领域 都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 他们的财运将会 如同江水般滔滔不绝 除了财运亨通之外 生肖猴的人在人际关系方面 也将迎赖好运 他们善于与人沟通和交流 总是能够赢得 周围人的喜爱和信任 在七月底 他们将会结识更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生肖猴的人 在七月底的运势非常旺盛 只要他们能够保持机智 和敏锐的观察力 并勇于尝试和冒险 就能够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 第四就是生肖猪 生肖猪猪的朋友财思敏捷 敢于创新 大数过后财运亨通 运势冲天 中大奖 发横财 大富特富 他们赚钱的机会增多 只要奋发图强 就能收获多 钱财滚滚来 好运连连 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安逸 注定家门兴旺发达 人人都羡慕生肖鼠鸡的朋友 他们智商情商都很高 做事也比较低调 能够抓住细节 克服阻碍 能够轻松地赚到大钱 那在大数过后 生肖鼠鸡的朋友 可以买几张彩票 小试下手气 中奖率可能会非常高 在即将到来的七月底 生肖鸡的人 将迎来财运的巅峰 他们如同山中的猛鸡 性格坚韧不拔 勇往直前 无论面对何种困难和挑战 都能保持冷静和坚定 这种坚韧的性格 让他们在职场上备受赞誉 也赢得了众多人的尊重和喜爱 生肖鸡的人 天生具有领导才能和决策力 他们善于抓住机遇 勇于冒险尝试 在七月底 他们将会有更多的机会 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无论是创业还是投资 都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他们的财运将会如同猛鸡下山 势不可挡 除了财运亨通之外 生肖鸡的人在人际关系方面 也将迎来好运 他们真诚待人乐于助人 总是能够赢得 周围人的喜爱和信任 在七月底 他们将会结识 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和合作伙伴 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生肖鸡的人 在七月底的运势非常旺盛 只要他们能够保持 积极向上的心态 和努力拼搏的精神 就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三大生肖左右逢源 喜银旺盛 事业高升 财路顺畅 生活不愁烦恼 生活中总有一些特别的时刻 让我们感到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就是这样的一段时期 对于三大生肖来说 他们将左右逢源 喜银旺盛 他们的事业将会高升 财路顺畅 生活中的烦恼和困扰 也将迎刃而解 这样的好运 使得他们的生活 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让我们共同揭晓 这三大生肖 期待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如何把握机遇 创造出更美好的人 生肖蛇 智慧引领事业腾飞 生肖蛇的人将迎来一段 左右逢源 运势旺盛的时期 他们天生具备敏锐的洞察力 和深思熟虑的性格 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 总能迅速找到解决之道 在这个时期 生肖蛇的智慧 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他们能够在职场上展现出 非凡的才华和领导力 赢得同事和上级的赞赏 事业方面 生肖蛇的人 将迎来高升的机遇 他们可能会得到 重要的专案或任务 通过出色的表现 他们将有机会获得晋升或加薪 同时 生肖蛇的人也将迎来 更多的合作机会 这些合作将为他们的事业发展 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财运方面 生肖蛇的人也将迎来财路顺畅的好运 他们可能会通过投资 理财等方式获得不错的收益 让自己的财富得到更好的增值 同时 生肖蛇的人也将更加注重财务管理 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投资 让自己的财富得到更好的保障 在生活方面 生肖蛇的人将享受到 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他们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 将更加融洽 彼此之间的理解和支持 将让他们感受到 更多的温暖或幸福 同时 生肖蛇的人 也将更加注重自己的身心健康 通过锻炼养生等方式 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生肖蛇贵人相助 事业顺风 生肖蛇的人 也将迎来一段左右逢远 运势旺盛的时期 他们天生具备温和善良的性格 这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 总能赢得他人的喜爱和信任 在这个时期 生肖蛇的人 将遇到许多贵人相助 这些贵人 将为他们的事业和生活 带来重要的帮助和支持 事业方面 生肖蛇的人 将迎来顺风顺水的时期 他们可能会得到 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学习 他们将能够胜任 更高层次的工作和任务 同时 生肖蛇的人 也将更加注重团队合作 和沟通协作 这将有助于他们在职场上 取得更好的成绩和表现 财运方面 生肖蛇的人 也将迎来财路顺畅的好运 他们可能会通过工作 投资等方式 获得不错的收益 让自己的财富 得到更好的增值 同时 生肖蛇的人 也将更加注重理财 和投资规划 通过合理的配置和选择 让自己的财富 得到更好的保障 在生活方面 生肖蛇的人将享受到 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 他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将更加亲密和融洽 彼此之间的关爱和支持 将让他们感受到 更多的幸福和满足 同时 生肖羊的人也将更加 注重自己的精神生活 通过读书 旅行等方式 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生肖姬勤奋努力 事业有成 生肖姬的人也将迎来一段 左右逢源运势旺盛的时期 他们天生具备 勤奋努力的品质 这使得他们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总能坚持不懈地 追求自己的目标 在这个时期 生肖姬的人将付出更多的努力 和时间来追求 自己的事业和梦想 事业方面 生肖姬的人 将迎来事业有成的时期 他们可能会通过 不断地努力和学习 获得更高的职位 和更好的待遇 同时 生肖姬的人也将更加注重 自己的职业规划 和发展方向 通过合理的规划和选择 让自己的事业 更加稳定和成功 财运方面 生肖姬的人 也将迎来财路顺畅的好运 他们可能会通过工作 投资等方式 获得不错的收益 让自己的财富 得到更好的增值 同时 生肖姬的人 也将更加注重 财务管理和投资规划 通过合理的配置和选择 让自己的财富 得到更好的保障 在生活方面 生肖姬的人将享受到 充实而满足的生活 他们可能会更加注重 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活动 通过参加各种活动和聚会 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 同时 生肖姬的人也将更加 注重自己的身心健康 通过锻炼养生等方式 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总结来说 生肖蛇 生肖羊和生肖鸡的人 都将迎来一段左右逢远 运势旺盛的时期 他们将在事业 财运 和生活方面 迎来重要的机遇和挑战 只要他们能够保持 积极向上的心态 和努力拼搏的精神 就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